大人 大人 不好了 什么事情 夫人 夫人和欧阳小姐落水了 老夫人已经过去了 快去看看吧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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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小姐 你别吓我 小姐 小姐 你终于醒了 小姐 这是哪里 我不是在参加美食大宇的庆宫宴吗 恭喜沈小姐 这次又是冠军了 滴的滴的 对了 这次的奖金打算怎么花呢 嗯 这次的奖金打算 我的奖金呢 小姐 你怎么了 你谁啊 我 我是一直不是你的丫鬟丹珠啊 丹珠 不认识你 小长夫 你还有脸呆在这里 欧阳小姐都被你害死了 听我什么说法 哎 这位阿姨 你凭什么骂我呀 阿姨 你还敢给我顶嘴 去 你们赶紧把她送关法办 我们学家留不了这样的人 小姐 小姐是大人明媚证据的夫人 你们不能这样 她谁啊 小姐 她是老夫人 那我是谁啊 小姐 你是沈将军的敌女 当今说服大人的夫人沈志花啊 沈志花 那我是跟我同名同姓呀 完了完了完了 名字一样就要穿越吗 徐晋那个狗男人 坏事做妻下场都不俏 三十岁就被叛军剁手剁脚脚 敢不会连累到我吧 完了完了完了 你说什么 大人 我们什么都没说啊 大人 她就是徐晋星吧 长得倒是不俏 只可惜 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热魔 这纯女人是想找死吗 不对 为什么我能听到她的内心在想什么 难道是这次润水的缘故 燕青 你来的正好 快快把她赶出去 得罪了三皇子的人 罪过可不小 哎 到底发生什么了呀 小姐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今日你和欧阳小姐不知怎么了 双双掉进池塘里 等一下人们救你们上来时 你们两个都昏迷不醒了 嗯 原来我是从这里穿越的呀 我记得大学徐贼路里记载 三皇子送来的女人欧阳瑜 手段用尽终于爬上了徐晋青的床 但死了 徐贼路 还差点嫁给了徐晋青 你应该先在这边死 哎 你干嘛 沈志欢 如果欧阳瑜死了 你也活不了 知道吗 凭什么呀 我又没有杀人 你们这里没有王法的吗 王法 我就是这儿的王法 放开 要不然我帮你家报 原毒可晕死了 一颗心挂在你这个狗男人身上 知道你带女人回来 伤心的躲在池塘边窟 最直那女人为了陷害原者 还假装士足落水 欧阳瑜是故意的 哼 我刚才说过 如果欧阳瑜死了 你也活不了 狗男人 慌什么慌 就算救 姑奶奶我也能跑 别想跑 她不会能听到我在想什么吧 奇 狗男人真可怕 哇 怪不得徐原青那个狗男人会把持不住 这身材也太棒了吧 还要这脸 这吹坛可破的肌肤 得花多少钱保养了 吹人 为何还不动手 动 马上就动 我这不是得酝酿吗 你再怎么喜欢看 也得稍微闭着点吧 哼 你再怎么喜欢看 也得稍微闭着点吧 哼 大难不死 必有下回 大人 我没事了 你千万不要怪姐姐 都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 哎哟哟哟哟哟 好大一朵白莲花呀 行了 忍我就活了 我还有事 我的想法 他可以赶紧 你赶紧 自己赶紧 我赶紧 瓜哥 掌紧 我再这么多 我自己赶紧 一会来 我自己赶紧 你赶紧 我自己赶紧 你赶紧 我自己赶紧 再說 全都再說 不行啊我不會流手 而且我還這麼年輕 這麼冒昧 還有那麼多的帥哥沒有見過 小姐 你可千萬不要想不開啊 每條是罪的 每條是罪的 聽說沈將軍一家都十分崇壞沈志花 是不是真的 小小姐 你的問題好奇怪啊 你就說是不是吧 當然是真的 老爺夫人可是把小姐您當到架上明珠寵著的 少爺都見不得你受了一點委屈 還真跟傳記裡寫的一樣 那沈家是不是有很多錢 我也不知道沈家有多少錢 不過老爺是朕貫大將軍 被受皇上器重 應該是有錢吧 不要緊 不要緊 沈偉將近 年輕啊 朕記得三年前你一舉高中 短短幾年 便成了朕所倚重的首輔 我想本次春偉由你負責 朝野上下也定能幸福 微臣遵旨 另外 朕看了各地御史的奏表 往年春偉都有尋私舞弊的人 因此 借本次春偉好好查上一查 如有尋私舞弊者 不論是否是朝中權貴 皆要秉公處理 應云往勿縱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还轮不到你仨爷 还有 我是当朝大将军的嫡女 家中只有兄弟 并无什么妹妹 你这么姐姐姐姐地叫着 不仅词儿 还有攀权富贵之险 要烦 今天怎么这么热闹 你这是干什么 我们可是什么都没过 夫人 鱼儿卑贱 不该与夫人姐妹相成 鱼儿只是来感谢夫人的救命之恩 爱情夫人 千万不要和鱼儿置气 这么会演戏 金像奖都不够给你办了 自古有恩就得报啊 好了 你这个小贱人一个 去去月季竟然还敢跟本夫人抄男人 我都这么凶啊 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果然搞男人是没有心的 大人 我是真心实意来感激夫人的 夫人这么做 外面会伤了大人的名声 就是啊相公 你看我这极度性多明显啊 你要把我给修了 或者我把你给修了 要不然哪个多嘴子 把相公你宠献灭妻的事情捅出去 那纵使你是高高在上的首服大人 也经不出这么多人的指责呀 早就听说 沈家早早给我备下了一个花明厕 上面足足有一百零八位美男呢 春女 竟然想背着我去找别的男人 一百零八个 她脖子上到底架了几颗脑袋 大人 就是啊相公 你帮帮她吧 你看她多可怜呀 不是不喜欢原主吗 跑发吧 生气吧 喝离吧 我们可是皇上赐的婚 修了你便是齐君 放心 我会好好对你的 我以为你身受敏捷会躲开的 我也没想到夫人腿上功夫这么干脆 哎呦 那大人好好休息吧 大人 不应该叫相公吗 你没什么事的话就好生休息着 我就先告辞了 我还挺聪的 等等 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 是我公务凡凡 冷落的夫人 今晚 我与夫人便把洞房花竹补上吧 洞房 不了 不了 我们可以做 也要办 我听说 你兄长也参加了今年的春围 但据我所知 这段时日 你父亲 可没少带着他往李部侍郎周大人家里跑 要不要我好好尝一尝 如果我没记错 今年的春围武必然一朝被人揭罚 皇上因此震怒 严惩了很多人 若沈家也被牵扯其中 一路 小姐 真好 你终于可以和大人一起园房了 我来帮你说试 是搬去大人房间吗 好什么好呀 快去看看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可是小姐一直以来的心愿啊 奴婢这位小姐高兴 能可高兴的呀 你赶紧去准备准备 是准备洗澡水吗 我现在就去 你现在准备什么呀 我是不可能跟她园房的 你本就是我大哥的夫人 与她园房合情合理 怎么你还不愿意了 大哥 那她应该就是徐苑青自小养在身边的妹妹徐梦春吧 徐在路里说两人并无学人关系 长相貌美 但是脾气不滚 如果我帮她找到婆家 那谢礼应该不少吧 瞎想什么呢 神之欢 虽然你的确不怎么样 但是你既与我大哥为妻了 至少比大随朝那些 那些姑娘幸福很多吧 是是是是 你大哥人中龙凤 我嫁给她 简直是不知道修了多少倍的夫妻 但是吧 但是什么 你还没想到mart 西魁道 不这个夫人 不是你 我妈说 都不在急 嬷 不说 我妈说 你为什么 对这姑娘 不特别 我妈说 我妈说 也太太哐 我妈说 这姑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部侍郎周开平 已经私自把春卫世纪泄露出去了 不过哪些学子买了蹄 他又会脱了多少 查起来还需要些时日 这些祸国殃民的 继续追查下去 是 沈志欢小就沈家 或许可以 大哥 这是我亲自为你熬着的药 现在喝刚好 我又没病 喝什么汤药 大哥 虽然咱们不是亲兄妹 但是这么多年了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唯一的情人 其实吧 有些事 你可以不用瞒着我的 孟辰 你究竟在说什么 端着你的汤药赶紧出去 大哥 会及记忆吗 你也应该 为你的子孙后代着想吧 不就是 不就是这么好吗 大夫说了 只要你好好喝药 一定可以治好的 这话谁说的 我只给你一次机会 是 沈志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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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终于喝到奶茶了 啊 啊 神之婚 啊 流氓 去宣泄你干嘛 我我警告你啊 你别反风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小姐怎么了小姐 啊 你别反风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宣泄我我知道你不喜欢我 也不想碰我 你你别跟我来啊 你给劲 坐 我护你风球 反正我对你同高 也没什么害你了 待你三十岁被叛军堕了的时候 就没有嘴巴说这个话了 为什么这个蠢女人 一直说我三十岁会被叛军堕了 她到底是谁 小姐小姐 唉 大哥 有什么事好好说呢 小姐 小小哥 你开门呢 如果我现在出去 岂不是坐实了我肾虚的传闻 啊 啊 放我下来 小姐 开门啊 放我下来 继续叫 他们什么时候离开 你什么时候停 我又不是狗 好端端的 我为什么要叫 如果你不叫 我不介意委屈自己 让你 阿滴 狗 男人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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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原来大哥没变 哎呀 沈志欢这个女人又骗我 完了完了 这下真的完了 啊 啊 啊 小姐 我应该怎么救你啊 救什么救走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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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叫了 要叫也是你 不要叫也是你 凭什么都听你的呀 我偏叫 你把我松开啊 松开我 别吵 把我松开 不是 你把我绑的什么意思啊 我在想 岳丈大人 和你兄长的事 难道 是为了成为五遍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前段时间 我偶然发现 岳丈总是带着兄长 往里部侍郎周大人家里跑 因着是娘家人的关系 我特意留意了一番 竟然发现了一些好玩的事情 那不靠谱的父子俩 不会真的被这狗男人抓到什么把柄的 啊 跟我合作 我保你沈家满门无恙 如何 这就是你对合作者的态度啊 我可高盘不提啊 狗男人 重逢陷阵的事都丢回沈家了 你躲在后面做收于封治理 我不让你得逞 明天我无论如何都会劝说沈家父子放弃处理 原来你打的是这个处理啊 夫人 时间不早了 该歇起来 明日还要回沈家 哎 哎 怎么 夫人舍不得我 哎 给我松绑 我看夫人 平时行为举止怪异 也不像是躺着睡觉的人 放心 我会吩咐下人 让他们不要来打扰我 哎我我我 哎你回来 哎呀 来人啊给我松绑啊 来人啊 单猪 狗男人 哎呀 是 好戏就要开始了 是 好戏就要开始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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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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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男人快开 在房间啊 狗男人 梦里梦外都那么讨厌 但珠夫人 是 是谁把你把床这样的 快 快把我送保啊 啊 老子给你们一克种的事件 都给老子滚起来 都给老子停着啊 今儿个 按闺女会来探琴 给你们一个时辰的事件 把所有的家具 都换成琴的 还有啊 那个 那个 降露殿上 那个 链子柴 柴了 换成 董牌珍珠串挂上 还有啊 按闺女最喜欢吃的 金表火腿 还有那凤利俗 又多少 准备堕烧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赶货去 这身上怎么一点力气都没有 小姐 大人给您备好了 回沈家的马车 您还回去吗 现在什么时辰了 刚过五十 那相公呢 大人一早就出门了 你去去去 夫人 请点 这么多人 你给他留点面子 姓我 当初我就不同意花儿 嫁给那个什么首府 你天天上赶这皇嗣婚 人家给过你好俩没有 自从花儿成何复 我这个当娘的见她的日子 一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我不管 这次花儿回来 必须留她住个十天半月 行行 都议夫人的 都议夫人的 夫人 你这手劲 咋 咋就这么大嘞 老爷 说好了 小姐被绑架了 夫人 夫人 没事吧 夫人 弄上来 这三天梁皇季 老子的宝贝贵女 她是乌家的 乌家的 夫人 老子 没事吧 爷 宋我亲都在这儿了 但是换成换紧的话 还不到以前量 你说啥呢 老子搭了一辈子的仗 这韭菜 我能救换啊 让你做什么你都愿意 是吧 夫人 你说这个 敢啥嘞 夫人 莫非 你是有更好的主意 要不 你去把花儿 换回来吧 知 三千两 荒金 你 你就是废宝老大 安美美的 三千两 黄金哪 暗侠暂时凑不出那么多钱 你放心 暗爹可是堂堂的大将军 他就只三千两 黄鞋 你们 把他再走吧 闭嘴 当我是卖猪肉的 还讨价还价 别杀我 别杀我 我们冬就要欠了 卸着他 卸着他 别杀我 别嘴 你让问的这是啥呀 这是你们勾结周大人 妄图在春卫上 寻思舞弊的证据 我只要禀报官府 你们沈家就完了 你到底是谁 安美美呢 你把安美美操哪儿去了 放心 我们都是有节操的姐妹 不会对一个小女孩下手的 撤 你 你 爹 他们不会慢慢吵着吧 你是我呀 还说啥呀 老子能说啥呀 你这个不成气的 是我想说你还是我爹吗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不成气的玩意儿 老子能去找那个什么重大人吗 你 打的就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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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傅大人 你 女傅 你 你们在这儿做什么呢 夫人 小姐平安回来了 娘 霍儿 没事就好 娘都担心死了 哎呀 娘 我那有什么事啊 你不是被绑架了吗 你爹和乐儿去数你 到现在都没回来呢 什么 所以 绑匪只是假借绑架欢儿之名 取得了你们私下勾结的证据 我 我勾结 我又那么严重啊 岳掌大人 兄长 你们着实糊涂啊 皇上早就察觉到了周大人 常年借春为一式 寻思舞弊 命我暗中调查 只是我没有想到 你们竟也参与其中 以前我爹却 打算给乐儿卖份靠替 可这一份靠替 要一百两银子 我 也是舍不得呀 爹 原来你是舍不得欠啊 妹妹就这三千两黄金 我连一百两银子都不治 爹 你也太偏心了 你这个臭孝子 这个事情 就这些能行吗 好女婿 你来看 我们人事该怎么办 照岳掌大人的说法 你们还没有取得尸体 那应该不算是勾结 是 只不过 有人已经盯上你们了 还取得了兄长的手印 作为证据 就怕到了狱前 你们百口莫辩 不如 这样 这样 我们全家一家的家的 一千两黄金 都给他们了 一千两黄金 我在想 岳掌大人 跟你兄长的事 跟我合作 保你沈家满门无恙 如何 不会有什么诡计吧 一定是徐愿卿那个狗男人搞的 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真不愧是大随第一剪贼 娘 我去找他们 不用招了 他们回来了 嗯 嘿嘿 嘿嘿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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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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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小阳光 吃这块鸡肉 这个鸡肉老嫩了 红烧肉也吃一块 这个跟其他的味道 一定不一样 我不习惯 吃别人家的菜 我怎么能是 快吃 吃吃吃吃吃 吃吃吃吃 那那个相公 我们那个一千两黄金 夫人放心 那一千两黄金 不管是在徐家 还是在沈家 都是夫人的 吃吃吃吃吃 狗男人就是不想还钱 离 必须离 花儿 不是说刘花儿住一段时间的吗 怎么才短短半日就被带走了 也许这都秦子少闷结人来了 弄不放任吗 这 爹 美副说的事你是咋想的 那是个丑孝子 你 你要是整点气 老子至于躺着他浑水吗 爹 你又打我呢 我打你怎么了 我还踹你了 踹你 踹你 别打了 这古代的街道还挺热闹的 我最近一直忙在家里的事情 没时间出来逛 应该有不少好吃的才对 闭嘴 我没说话呀 这马车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吧 这马车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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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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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腰 这腿 还有这超凡脱俗的气质 我可 看够了 神经小气 周大人 这可是一百两印的 您看看 这实际的事 终于想通了 舍得花钱了 想通了 舍得了 小二只有百年书 我又是一解巫符 只会误导弄强 要像广咬闷妹 只有靠这个 你钱量 这下张得腿一块了吧 不是光要门眉吗 那是子然 那是子然 快快快快 请周大人喝酒 好 来来来 天子 这倩可以招妹夫报销吧 去去去 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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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是在干嘛 你们这是在干嘛 回夫人 大人打算搬过来 女夫人躲不住 这些都是大人喜欢的物件 谁允许的 我 相公 你就这里不再好吧 毕竟你 可是个洁癖狂啊 要不这样 你在这里住 那我出去住 皇上 等着要春为暗的结果 具体的人员名单 我也没有想清楚 夫人那么聪慧 或许可以帮我想想 啊 又拿沈家威胁我 睡了吗 哦 哎 嗯 软软的 还挺有弹性的 这么好的面皮 要是能拨下来 捧个团扇花果什么的 一定贼稀罕 你 你干干什么呀 是酒 喂 嗯 嗯 嗯 感谢观看 我想吃烧鸡 她这是在撒娇 竹子 已经放榜了 这边 名单上买过考题的人 都上榜了 还有不少 我们之前怀疑的考生也都 徐贼录中记载 徐贼情人貌似巴胺 但性如白雪 常人不得触碰之 为手下心腹的燕尘处外 难道 他喜欢的人是燕尘 谁啊 谁来算我 将军府神乐公子 拿下春围头名 高中会员 听说已经有几位学子 跪在宣武门前含冤 将军府也被围了 什么 奔大人赖了 咋的 咋的 干吗 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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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的才华 不是尸之命鬼吗 这么一切 哪么大的名分 咋的 尸之命鬼 我打你个尸之命鬼 你说的是啥嘞 我倒想打你 你 太行人了 是谁这么嚣张 把马车都停到宫里来了 小姐 你实在不该出现在这里 万一被看见了 明天被当成剑马子了 我有那么不知趣吗 我倒是谁在这儿学狗等到 原来是沈大小姐 那倒也不奇怪 这谁啊 小姐 她就是燕姬王府的九君主 燕霄儿啊 听说徐大人 最近带了一位美人回府 要是本郡主没记错的话 你们才成婚半年不到吧 这么快就被相公给燕弃了 那真是可怜呢 还是顾老郡主费心呢 您啊 一大把年纪了 还是先把自己嫁出去吧 你 来人 给本郡主撕了他 皇上 这是近年来 所有参加春围舞弊案的人员名单 以及一些御史言官 对礼部侍郎周大人寻思枉法的指控 嗯 徐爱卿为朝廷诞经节律 辛苦了 微臣不敢领功 一切全仰仗沈将军和沈公子配合微臣演出的一出戏 哦 皇上明见 众人皆知 沈乐并无会员之才 微臣索性将他推向这个位置 如此一来 正好可以趁机揭露舞弊案一事 徐爱卿向来思虑周到 朕又岂会不知 传旨 将礼部侍郎周开平及一众亲眷押入大牢 报 欺禀皇上 酒精组合 徐夫人在宫门外打起来了 可有人受伤 听说有人伤了 如果你抱歉 你跟我吓呢 沈乐幻 你跟我吓呢 你跟我吓呢 y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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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这是什么呀 看上去好好吃的样子啊 哎呦 你还真是个吃货 你还真在这里 你们有事啊 这么久了 这么久了都没见过你来请过啊 老身边 你们在干什么呀 你们在干什么呀 你还真是个吃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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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你的啊 哎 这不是你的啊 小姐 这不都一样的吗 哎 吃你还真是个吃货 小姐 你还真是个吃货 小姐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鸡蛋 小姐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鸡蛋 他 他饭量大 我害怕到时候 他说他饭都吃不饱 砸了我的招牌 看门 周大人 好久不见了 徐大人 徐大人 你替我向皇上求求情啊 那就要看周大人了 愿不愿意说实情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该说的都说了呀 区区一个礼部侍郎 居然敢连续多年控制朝廷科举 在各地安排自己的党羽为官 我已经掌握了确切的证据 经你手安排的官员 已经控制我大随三省的兵了 这可不仅是贪赃枉法 这是谋逆 周大人 这可是诸九族的大族 大 大人 他是我 你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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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要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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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事要吗 啊 实不相伴 我还挺忙的 什么事啊 哈哈相公 你要是累了你就先入睡吧 不用等我我先去忙了 哎 啊 啊 哎 地瓜 现在出入的地瓜 好吃不贵 来 走过路过 不要放过来 地瓜 好吃不贵 烤地瓜们 对对对 给我来个大的 好嘞 多少钱 好 这个小吃货 还真是什么时候都不安心吃 谢谢您 哎 小心烫啊 哎 地瓜地瓜 我们要不要上去看看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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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呃 兴 judge 的 meine 肯定 你瞅叫んてこ鹽 我 學姬小心 學姬 找死 住嘴 學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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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是 學姬 呃呃你 你 你該當什麼樣子 嗯 她這是 嘴撒嬌 學姬 哈哈哈哈 有意思 真有意思 你覺得呢 殿下 您為何 為何當街刺殺當朝首府是嗎 春為案周開平已經認罪伏法了 他徐彥青還是不肯罷休 還查到本皇子的頭上 我怎麼能不給他點教訓 欧阳宇 忘了 當初把你安排到徐彥青身邊 是為了讓你幫本皇子拉攏學姬 讓他為我所用 你不會真的喜歡上他了吧 我 我知道 徐彥青是個可以高攀的知人 但你別放 君臣有別 他徐彥青勢力再大 也不過是個想殺便殺的徐彥青 懂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夫 怎麼樣 他不會死吧 劍雖然沒有刺中大人的要害 但是傷口發黑 應該是被塗了劇毒 我現在也沒有完全的把握 求求你了大夫 一定要救活他 你折腹五星 我自當是全力施救 啊 大夫 大夫 該做的在下都已經做了 接下來 就看大人能否熬過這三天的凶刑期了 麻煩大夫了 告辭了 這三天的 書上不是說你设的不是的嗎 可你為什麼拼了性命救我 難道 書上說的都是錯的 我我警告你啊 你別放不 徐彥青 然我不會放過你的 到底哪一個才是真正的 一堆 小姐 大人这次拼了命的救你 你还要跟大人合离吗 我到学府这么久 还是第一次见大人 如此在乎一个人呢 弹珠 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呀 小姐 你说 大人是不是喜欢上你了 不可能 不可能吧 薛青 狐狸的尾巴 总算露出来了 那天的刺客全部落 但都在狱中 自信了断 好狠毒啊 我没打扰到你们吧 属下想告辞 我给你炖了排骨汤跟南瓜粥 你想吃哪个 夫人为什么 我就喝水 谁说要飞你了 你心里说 我听到 狠狠毒 狠毒自然的家伙 狠毒自然的家伙 你 看什么 看什么 谁 谁看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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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歹是守府夫人 怎么能没有一件像样的手势呢 这簪子很贵吧 应该可以买不少钱 好好带着 不许买了 这家伙是有毒心术吗 不好了 不许的被抓走了 只留下了这个 他还是对花儿动手了 小心 大夫说你的伤不能乱抖 伤口一旦裂开 很难愈合 别废话 花儿被绑哪儿去了 玲珑哥 三皇子的救了 走 这是哪儿啊 花儿妹妹 是你把我绑过来的 你是叶芊瑞 花儿妹妹不愧是将门狐女啊 整个京城 除了我父皇敢这么直呼我的名字 你是第一个 不过我喜欢花儿妹妹这么叫我 心情态吧 年纪轻轻就如此有你 你怕是古今中外第一人了 你知道我干嘛 啊 那自然是有事要求妹妹帮忙了 我要拿东西 东西 徐守府来得挺快啊 这是周大人 与三皇子救春温案往来的信件 这是从周大人家里搜出的 收受贿赂的信件 里面详细记载了 三皇子从中获得了多少 徐守府准备得挺充分啊 那又怎么样 叶芊瑞 你不要乱来 好啊 只要你现在过来跪在我的脚边 发誓永远臣服于我 我便放了 跪啊 等什么呢 学妻不要 啊 学妻 你干嘛 看什么 圣旨到 皇上有旨 宣三皇子叶芊瑞和徐燕青 即刻入宫敬见 不得拖延 二位大人 跟我走吧 这下 这下 小姐 丹珠 你来得正好 帮我尝尝这个味道 现在怎么样 好喝 真不错 大功告成 丹珠 相公进宫也有一段时间了 你去看看她怎么样了 是 小姐 对不起对不起 都怪我平时吃的太多了 没关系 是我功夫练得不到家 你们俩 大人 小小姐让您去厨房一趟 尝尝 这个 珍珠奶茶 这个是可以喝的吗 你要是不愿意喝 那我到了 看来你喜欢吃甜的呀 不知道 除了酸味 我吃其他的都一样 怎么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口味 小的时候 徐师傅给我留饭 为了果腹 只能捡山上的野果吃 时间久了 野果的味道 便刻在了我心里 也许他性格孤僻 是因为这个原因 什么 看在你又救我一次的份上 你等我一下 流星蛋黄酥 咸的 拔四地瓜 甜的 剁椒鱼头 辣的 浇麻吉 我少放点辣 偏麻 清炒苦瓜 苦的 你尝一尝 看你喜欢吃哪个口味 反正 别让我是不知道 每次我一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吃特别多的好吃的 你要是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 会少了很多乐趣的 沈志欢 那个 我们 嗯 算了 吃饭吧 皇上有旨 三皇子叶千锐 数次借功为一事 寻思妄法 结党营私 连累皇室 名身受损 拔其前往方地 不照不得回京城 父皇 我冤枉呀 父皇 父皇你见我一遍吧 父皇 圣旨到 首府徐燕青 永谋巨家中军爱国 执政功俭 特赏西黄金三千两 赐其上方宝剑 望其枕奸除恶 护我朝纲 徐燕青 接纸 谢楚龙恩 人都走了 还对着干嘛 相公 皇上的赏赐 是不是属于 夫妻共同财产 咱们不还是 没有合理吗 是不是也有我的一番 是吧 我只能读出沈志黄的那些 这应该是老天爷在帮我 今天 一定要和他表白 相公 你要带我来的地方就是这里呀 怎么样 还不错吧 嗯 很漂亮 那便好 沈志黄 带你来这里 其实是想告诉你 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虽然我的身边 一直围绕着许多阴阴厌厌 铺垫那么多 是要修掉我了吧 相公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多 我都知道 你真的懂吗 你真的懂吗 我知道 你们这个时代 有三系四系很正常 更何况 你又是堂堂首府大人 没关系 我可以让杯 我们好军好三 沈志黄 我不打算 可你不是讨厌我吗 我讨厌的是以前的沈志黄 你不是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和他 除了这副身体 哪儿都不一样 哪儿都不一样 这么诡异的事情 你就不害怕吗 你真不怕 现在开始 我不害怕 怕 怕什么 怕你和我去婚礼 怕你去找画面册上那些美男子 他不会 是在跟我表白吧 是 是 是什么 我总感觉你总是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 欢儿 我只求你能够留在我身边 这就是 表白吧 这 可是我的出我了 花儿 嗯 算了 谈就谈 不管你以后是忠诚还是奸诚 你就是我沈志黄以后的男朋友了 你 薛姬 干杯 小姐 这些都是你做的 是我跟相公一起做的 那我可得好好尝一尝了 嗯 快吃 嗯 这个好吃啊 尝尝这个 这个也好吃 今天早上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 我都给大家 合理书 以后 不许再提合理 既然在这里 我已经找到了爱情 我就为了他留在这里吧 我只能让他们来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